其他内房股 你觉得受到的影响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有两方面去看的 恒大之后 可能大家觉得有些负债比率比较高的 譬如用创 也有机会受到影响 或者它是第二个会出事的企业 所以股价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但其实另一方面看 第一,恒大如果真的是拆骨 相信它的资产如果要出售 其实是选择选择卖出来 其实其他同行可能收拾平货 另一方面就是少了一个这么大的竞争对手 其实它们在扩充市场上 其实它们也会有好处 你觉得如果投资者真的想看其他内房股 你觉得应该如何分析呢? 又应不应该现在去吸纳呢? 内房股就变数多了 当然恒大事件对它们即时的影响 比如对于高负债那些 刚刚你提到的 它们可能即时在做融资方面 难度是高了 譬如它们也要发美原债的 因为近期大家的海外投资者 对于内房整体的信心是差了的 大家不愿意买这么多这批债的 结果就令到它们 可能发美原债方面 那个需求会下降 可能那个发债成本 都会因为这样增加 但是又不代表即时会有传染性 因为恒大有财困问题 就等于其他高负债那些 都即时会下降 又未必的 因为我昨天也查过 Binberg 你看回融创去到下一年 到期的两批美元债 基本上债价没有怎么下跌 现在它们的价值都是 6厘多7厘左右 刚刚提过恒大那部分 是400多500多厘 所以你看到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虽然大家都叫高负债 但是高负债的那个level 都是相差很远的 对上一年多两年 一些减贡杆之后 基本上去到今年 都说可以起码撕到两条红线 恒大基本上还是有些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即时的传染性 未必说真的叫做好带着 但是我对内房的看法 都还是比较审慎 原因就是说 因为现在内地整体的调控政策 都还是比较着力 就要一些发展商去到减价 另外你说在二手楼方面 也都做了一些 比如一些二手房的参考价 令到一些成交是缩了下来的 再加上就在那个融资方面 之前就勒令银行要收那个 缩减那个关于房贷方面的占比 所以等等的政策 我觉得对于地产发展商 去到下半年卖楼的表现 以至全年业绩 特别的毛利率方面 压力是会比较大一点的 而内房股去到这一刻 虽然股值便宜的 但是是不是完全已经反映了 刚刚提及过这些因素呢 我觉得仍然还没有 所以整体来说 我对内房股一个中短线的看法 仍然是比较悲观一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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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